从冬季到初春,空气特别干燥,这时喝水自然很重要。 不过,有不少人表示,喝水根本不能解决干渴的问题。 这时候就要分一分情况,看看干燥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,疾病状态造成的身体干燥不在本文讨论之列。 一喝水不妨加点料如果身体干燥只是单纯因为缺水,那么就要考虑调整补水的方式。 纯水的补水效果并不是最好的,因为它会很快地通过消化到,进入血液中,然后从肾脏排出去,滋润身体的时间很短。 相比而言,含有少量碳水化合物,比如糖、淀粉、各种植物胶质,的水就要好得多。 如果它们具有低于血液的渗透压,就能起到补充水分的作用。 碳水化合物是一种清水物质,会吸附很多水分子,阻止它们很快地被排泄掉。 在小分子糖当中,比果糖的吸吃效果最好。 不容易结晶的天然蜂蜜,比如金条蜜、淮花蜜等,主要成分就是果糖。 用这样的蜂蜜加温水,调到淡淡的一点甜味,让它的渗透压比较低,就是很好的补水饮料。 葡萄、梨、香蕉、柿子、西瓜等水果也都富含果糖。 除了淀粉外,不少食品还含有植物胶,少量一点胶质,就能起到明显的增稠作用。 因为它们在水溶液中束缚了大量的水分子,形成了高粘度的状态。 比如银耳羹、燕麦粥,这些黏糊糊的汤羹让水分长时间贴在黏膜上,嗓子和消化道都会感觉很滋润。 二饮食不当也耗水第二种原因的干燥,在于饮食不当,吃辛辣、浓咸、干燥的食物过多,增加了水分消耗。 人们都知道,盐具有强烈的吸水作用,用盐腌制食品会出水,其实我们的身体也一样。 过多的盐进入血管之后,就会升高血液的渗透压,吸引大量水分子,导致血容量增加,血压上升,组织中的水分却会减少,自然就会引起干燥。 在干燥的季节,同样不适合吃的还有辣椒、炒获、烤制坚果等。 以烤制坚果为例,这种低水分食品所含的蛋白质是清水物质,他们非常渴求把加工中失去的水分抢回来,只要一进口腔,就会拼命掠夺口腔、咽喉黏膜中的水分。 所以,吃这些东西要有节制,而且要尽量选择没有过分烤前,盐也比较少的产品。 三适当补充维生素第三种干燥原因,是因为维生素A不足。 维生素A为上皮组织的合成和修复所必须,如果它严重不足,面板和黏膜的抵抗力就会下降。 这种情况不仅带来干燥感,还容易使人患肺炎、麻疹、肠炎等黏膜感染性疾病,在儿童当中表现更为明显。 维生素A是一种之溶性维生素,它存在于肝脏、肾脏、高脂肪海鱼、蛋黄和奶油当中。 不少蔬菜中也有丰富的胡萝卜素,比如胡萝卜、南瓜、红心甘薯,以及菠菜、芥兰、甘薯叶等叶子绿的发黑的绿叶蔬菜。 只要把这些蔬菜烹熟,和其他含有油脂的食物一起吃就可以吸收胡萝卜素。 如果已经发生了眼睛干燥的情况,在食物补充的同时,最好直接服用维生素A胶囊或者鱼干油。 四,注意休息保滋润不过,补水和补维生素并不是万能的,因为还有一部分人的问题在于休息不足。 经常熬夜的人,身上会感觉烦热,面板和眼睛也觉得特别干涩。 传统养生把这种情况归入内热。 在这种情况下,最好的措施就是及时休息。 在熬夜之后,第二天,第三天都要提前入睡,让身体及时恢复,这样面板的滋润度会逐渐回归正常,眼睛也能恢复原来的清澈明亮状态。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斜线来源恋爱婚姻家庭,养生斜线编辑里纳责任编辑。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斜线来自网络斜线。